讲到 CVT 变速箱呢 这个变速箱争议非常的大 很多人讲它不好开 很多人讲它加速慢 可是实际上呢 除了日系很多品牌使用以外呢 像是中国品牌啊 甚至韩国品牌 还有一些欧系品牌都会使用 CVT 变速箱 那么其实 CVT 变速箱呢 有很多的迷思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关于 CVT 变速箱的那些事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呢我们先要讲讲 CVT 变速箱的历史 其实 CVT 变速箱在 1890 年代呢 就已经被发明出来 那个时候呢 连汽车都还没有普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 CVT 变速箱的历史是多么悠久了 可是当它使用在汽车上面呢 那个是 1950 年代的事情的 荷兰的 DAF 公司呢 是世界上第一个把 CVT 变速箱 放在这个量产车上面的公司 而在之后呢 因为日系品牌大幅度 使用这个 CVT 的关系呢 所以现在 CVT 越来越多 也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啦 我们不能否认的事情是 于 CVT 变速箱 对于日常的驾驶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最大的买点就是平顺 而且因为这几年的科技进步呢 所以 CVT 变速箱的传输效率非常高 最好的 CVT 变速箱呢 它的传输效率可以达到 96% 而手排的这个传输效率呢 其实最高也只有 98% 其实它们差不多 然后重点是因为 CVT 的这个硬件设计的关系呢 所以如果你是长途续航的话呢 它的油耗表现可以比手排更低 这个不是我讲而已 这个是日本曾经有一个测试 就是它们拿手排的 Yaris 跟 CVT 的 Yaris 进行油耗测试 结果 CVT 的油耗表现还更加好 所以呢 这个是适时来的 首先呢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 就是 CVT 的加速慢 因为 CVT 它整体太过于流畅 所以很多人在开它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加速表现很慢 然后整体也没有什么驾驶乐趣 因为没有这种换挡的感觉嘛 其实这个说法有对有不对 CVT 确实没有什么换挡的感觉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钢带连着两个这个转轴 来驱动车辆行驶 所以它并不会有这个换挡的感觉 有的话其实也是模拟出来的 那么 CVT 的加速慢吗? 其实不是 主要其实还是因为它太过柔顺了 所以其实在加速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那辆车好像不会去 不会去这样子 可是在加速的部分呢 其实车辆的加速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同样的也不是讲而已 大家还记得第三代的 Vios在2016年推出的那个升级版本呢 其实在推出那个升级版之后呢 台湾媒体就有拿来测试 就是拿原本的 VVTi 加 4AT 的车款呢 去对比这个 Dual VVTi 加 CVT 的车款 来进行一个加速测试 虽然讲这个 Dual VVTi 使用的 CVT 变速箱 而且实际上它的这个马力输出 是比这个 VVTi 引擎低一点的 可是 0-100 加速的实际测试呢 这一个 CVT 版本呢大概是 11.5 秒 没有很快对不对? 可是 4AT 的版本呢 则是需要 12.5 秒差距 1 秒 这个差距其实不小了 所以根据实际证明呢 这个 CVT 变速箱的加速是快的 只是因为它太过柔顺 我们感觉不到而已 那么讲了这个例子呢 可能你还是觉得不大能够幸福 不用紧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拿 F1 来讲 你知道吗? F1 曾经差一点使用 CVT 变速箱 在 1990 年代呢 威廉姆斯车队就跟这个 DAF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那间荷兰公司呢 合作研发了一款 F1 赛车转用的 CVT 变速箱 它的最大承受马力超过 1000 马力 是不是很强? 而且威廉姆斯也为这个变速箱呢 进行了实地的测试 证明了在 CVT 变速箱的加持下 F1 赛车可以跑得更快 可是 FIA 也就是国际气联 看到这个测试成绩就不开心了 于是在这个威廉姆斯呢 正是把 CVT 变速箱列装在 F1 赛车之前呢 他们就把这个 CVT 变速箱 BAN 掉了 当然啦 这边我也必须讲啦 这个 CVT 变速箱它的加速是很猛 它可以承受的马力也很大 但是每一台 CVT 变速箱呢 如果你在全速使用的话 每一台只可以搭桿 4 个小时 那么接下来要讲到的迷思就是 CVT 变速箱不耐用 还有 CVT 变速箱没有办法承受大扭力 但是这一点也是有对有不对啦 首先我们也必须承认 CVT 变速箱 对比一般的自排变速箱呢 确实小解一点点啦 尤其是如果你时常LAP 它的话呢 它会更快的损坏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定期去更换这个 CVT 油跟油隔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快10年的 CVT 车主 所以我自己对 CVT 是有一点研究的 另外一点呢 对于一些民用车款 不是像 GTI 这样子的赛车啊 它们的变速箱 你就算一直去LAP 它的话 它其实也是很快坏的 所以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一样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认为 CVT 很容易坏呢 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呢 CVT 刚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时候 很多人不知道 CVT 变速箱是什么 所以使用错误的牙油导致损坏 这个也是有实际励志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之前很多 CVT 变速箱的车款呢 并没有配备 Cooler 所以导致 CVT 容易损坏啦 不过现在很多车款都有 CVT Cooler 了 所以大家放心 至于 CVT 变速箱没有办法承受大扭力 我们就不拿刚才那个 F1 的例子来讲 举例 Produa Artiva Highway 的 DCVT 呢 它最大可以承受的扭力是 150 纽顿米 确实不高 所以也限制了它的改装潜力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差不多价位的 四速自拍变速箱车款呢 其实它的那个可承受扭力范围 也是差不多大概在 140 纽顿米 150 纽顿米左右 所以 CVT 变速箱能不能承受大扭力 所以主要还是看它的价位 其实在很多年前呢 这一个 Nissan 旗下的 Jaco 变速箱制造商呢 他们就制造出了一款可以承受 350 纽顿米的 CVT 变速箱 也就是 CVT Bar 之后呢 这个 CVT Bar 更是升级 可以承受 400 纽顿米 这基本上就是 2.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输出 也就是讲这些 CVT 变速箱 要承受这个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实不是难事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目前呢 这一个 Nissan 在美国还有台湾售卖的 Nissan Altima Turbo 呢 其实就是采用这个 CVT 变速箱 2.0 的 VC Turbo 可变压缩比 涡轮增压引擎 配备 CVT 变速箱哦 所以这一个是确实的 另外呢 也有一点就是像是 Subaru 呢 他们旗下的 WRX 车型呢 也同样的是采用的 可以承受大扭矩的 CVT 变速箱 所以并不是 CVT 变速箱 没有办法承受大扭矩 首先就是钱要到位 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 Proton S70 还有 Proton S50 上面的 这个七速实施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是双离合器变速箱对不对 但是它可以承受的最大扭力表现 其实只有 330 Nm 而已 讲完了以上的迷思之后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CVT 变速箱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 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必须承认 CVT 变速箱 确实在这个驾驶乐趣上面欠缺了一点 但是呢对于一般同情的人来讲 CVT 变速箱也其实绰绰有余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募求我们的市场上 那么多 CVT 变速箱车款的原因之一啦 但是这个 CVT 变速箱呢 那么真的是可以去选择一些 双离合器变速箱车款啊 或者是自拍车款 这样子对大家都好啦 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产品 都可以符合市场上的消费者 100% 的需求 所以最重要的是选择你喜欢 或者是可以满足你需求的产品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关于 CVT 变速箱迷思的影片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我是 Ivan 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